这是海南最猖狂的家族团伙,背后保护伞高达109位,小弟上午杀人,下午就能出狱,也曾有警察局长想断掉这颗毒瘤,但在该家族的运作下,连续三位警察局长都被迫选择离职,刚令人震惊的是,只要他们一打电话,市长都得随叫随到。 如此手段,说是土皇帝,也绝不为过,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嚣张至极的家族,最终却因一事,引来千名无尽为将。 那么,到底是什么家族,竟敢如此猖狂,他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,最终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呢? 今天,我们就来讲讲这些事。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,海南昌平县的老百姓们都活在荒家人的阴影下,当地人弹簧色病,荒家的恶名甚至已经达到了, 能指小儿也提的地步,没有人能想到,创造这样一个独流般存在的人,竟然会是一名公职人员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荒家大家长黄映祥通过各种门路,获得了昌江县建安组组长的职位。 有了小权利后,黄映祥就开始大肆发展自己的小朋友势力,日后纵横整个昌江的黄家,就是从此时开始发的家。 黄映祥为人霸道,且门路极广,任职期间,只因为和上司发生几句口诀,就将上司打成重伤。 事后,通过多方打点,黄映祥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。 从这就可以看出,黄家恶势力在八十年代,就已经有了抬头的迹象。 黄映祥不仅将门路用在自己的仕途上,还大力为几个儿子铺路搭桥。 在他的打点下,大儿子黄昏祥和三儿子黄昏坡,先后进入当地,供职部门,成为当地供职人员。 有了这两人的帮助,黄家势力再度提升。 为了霸占当地黑白两道,黄映祥又将自己其他儿子培养成了干脏货的好手。 其中,我儿子黄昏祥表现最为突出,黄昏祥从小就嚣张跋扈,喜欢和社会闲散民员称兄道弟。 长大后,在父亲哥哥的指点下,他干脆将这件事当成事业来做。 黄昏祥到处拉拢闲散民员,组成犯罪团伙,专门为父亲和哥哥做脏货。 在黄家大宅不远处,就有一栋白色小楼,小楼里住着的全都是黄家这些小弟。 另外,在不远处,还有一个二十多亩的果园,果园里也住着黄家的打手们。 平时,只需要黄家人一个电话,这些维非作弹打手们就会带着各种武器,跟着黄昏祥一起搅乱当地。 为了让这些小弟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,黄家还使出了大量笼络人心的手段。 他们给那些在犯罪活动中表现好下手狠的小弟们,配发房子汽车,每月还固定发放工资,将这些人变成了黄家职业打手。 另外,这些小弟们犯了事,黄家也会大险神通,将他们强行保下。 一次,黄家一名小弟在喝酒时与人发生口诀,当场将对面几人打成重伤,其中还有一人不幸身亡。 闹出这么大的事,这名小弟本该被制裁,但在黄家的操控下,这名小弟当天就被放了出来。 受害人家属不甘心儿子王子准备向上起诉,黄风发直接派人找上门,用尽手段威逼受害家庭谅警。 在黄家的威胁下,最终这可怜的一家人只能打碎牙齿,后续吞。 海南黄氏家族到底有多厉害,称霸当地十几个行业,巫人敢反对,手下小弟上午杀人,下午凶能出狱。 不仅警察局长切不动这颗毒瘤,就连市长都得随叫随到。 自从发生了小弟杀人被黄家印保出来的时候,当地人就明白黄家已经成了土皇帝,是招不得惹不得的。 安分过日子的老百姓们个个都对黄家避之不及,相反,那些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员却纷纷上门投败,妄图在黄家的庇护下作为作风,势力大了,野心就会随之而增长。 为了截取更多的利益,黄家老五黄风发专门从香港买来世界上最先进的赌博机器,准备在当地开赌场。 然而,当地地下赌场的生意早就被其他势力挂分殆尽,黄红发要想做这门生意,势必要和其他势力发生冲突,但因为有黄红炉和黄红波的庇护,黄红发根本就没有把那些帮派放在眼里。 他带着小弟们挨家挨户上门要生意,一旦谁敢露出半分不情愿,他们就会对其实施残酷的暴力行动,知道对方羞饶胡乱,他们才肯听受。 通过这种手段,黄家硬生生抢过了当地所有地下赌场生意,为了不让别人来瓜分这块蛋糕,黄红发还带着小弟们对当地势力进行一一吞并,他撒出大把钱财,将敌对势力的小弟们吸引到自己手下。 等对方老大变成光感司令后,再向他们发出赵安利,如果对方同意入伙,那就皆大欢喜,如果不同意,黄红发就会再次暴露出暴虐一面。 轻则将对方赶出长江,永远不能回来,重则直接让对方物理消失。 靠着这种残暴手段,黄家很快就笼络了长江黑道上的全部势力。 黑道解决了,白道也没落下,黄家抽出一些心腹小弟,专门负责,往外送钱。 靠着这种方法,黄家成功掌握了整个长江。 黑白通吃后,黄家更是嚣张到了极点,他们暗中开设赌场,被罚采矿,欺男霸女,无恶不作。 当地从矿产到运输,从娱乐到农贸,几乎就没有黄家不插手的生意。 但凡黄家插手的行业,其他人都得称臣纳贡,上交大部分利润。 其中,黄家老父亲黄映祥最为霸道,黄映祥原本在当地一处农贸市场,拍办了农贸公司。 然而,由于经营不善,且长期恶意竞争,最终,当地决定清退黄映祥的公司。 霸道惯了的黄映祥,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实。 清退公司时,黄映祥公然带着小弟拦截办事人员车辆,大人后还不忘威胁说,我记得你私家车的车牌号,你给我小心点。 上梁不正下梁弯,黄映祥嚣张跋扈,几个儿子更是有不止,而无不及。 某家农贸市场中,有一户做水产批发的商户,生意非常红火,黄昏发看上这家店的生意,直接带小弟上门硬抢。 面对这种巧取好多,水产老板当然不愿意妥协。黄昏发看到老板不同意后,竟然指使小弟物理消灭了水产老板的儿子。 事后,在几个哥哥的庇护下,黄昏发毫发无损。 水产老板一家为了护灭,也只能强忍下这口恶气。 海南最嚣张家族称霸昌江三十年,各方保护伞高达一百零九位,就连市长都得随叫随到。 如此猖狂家族,最终全一一事,迎来千名,无尽为教。 黄氏家族在当地到底有多跋扈,这么说吧,老百姓们甚至不敢提起黄家人的名字。 据说,当地有一位老百姓,因为不满黄家作恶多端,在大街上奔开怒斥,黄映祥,结果被黄家一名打手听到,当即喊来大批人马,将这名老百姓活活打死。 还有老百姓透露,当地有一位刚刚毕业当政部门的管理人员,因不愿同流合污,得罪了黄家,最终一家四口惨遭灭门。 畅将当地废品生意被黄家垄断,每个做废品生意的商户都被强制要求,要拿出收益和黄家对半份,答应这个无理条件的才能继续做生意,不答应的就会被黄家通过各种手段寄出畅将。 而这些还只是黄家所犯罪行的,并善一讲,黄家的暴行愈恨,老百姓们对他的恨就欲重,一封封匿匿名举报信,像雪花一样飘向相关部门。 最终,这个称霸昌江三十年的家族团伙,迎来了末日。 由于黄家打手众多,势力极广,因此当地决定,要保证一次出马,就能连根拔起。 为达到这一目标,当地连夜抽调一千两百余名武警战士,称作三百多辆警车,秘密包围,黄家各地住宅,以最快的速度实施抓捕行动。 2019年1月6日,黄氏家族主要负责人黄映祥,黄轰如,黄轰发等人被一举抓获,同时还有上百名黄家找牙被拔出。 在黄家各地宅院里,人们共搜出三百多万现金,两百多辆汽车,还有几十把武器。 黄家称霸当地几十年,犯下累累罪行,审判他们的证据,多到看不完。 最终,黄家老父亲黄映祥和二字黄轰金,均被判处,二十五年,有期徒刑。 大儿子黄轰如,寻死亡法,给国家造成了七元的重大损失,被判处死缓。 四儿子黄轰明,也是死缓,而作额最多的黄轰发,更是被判处了死刑,立即执行。 而那些跟随黄家犯下累累罪行的小弟们,更是有一个,算一个,全部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当黄家覆灭的消息传到昌江后,整个昌江的空气为之一新,老百姓们无不拍手冲判。 尽管此时不年不及,但老百姓们仍争先恐后地抢够鞭炮,用清脆的鞭炮声宣示着内心喜悦。 黄家的负面警告我们,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克制自己的贪婪欲望,一旦沦为欲望和金钱的奴隶,那么末日也就不远了。